最近有外国媒体报道 除了被中共直接打劫的美国公司本身 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 中共强迫外国公司放弃技术 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 照此下去外企能在中国长期生存吗 而选择屈从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来看专家的分析 华尔街日报8月9号报道 中共利用外国公司看好中国市场经营业务 不断施压他们遵守中共审查制度 以及将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要求 无论是想重返中国的谷歌 还是对中国市场务美求知的 脸书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 要想进入中国市场 就必须接受比以往更加严苛的中共审查条款 报道指出 除了美国公司本身 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 中共强迫外国公司放弃技术 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 英国《金融时报》3月的报道说 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有关 中国制造2025及产业对策的报告 指出 中共近来通过的一项 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 要求欧洲企业需要 以先进技术换取近期市场准入 这让外国车企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欧盟商会批评这种做法 会威胁到外企生存 中国政府就是靠着 就是说中国人这么多 然后这个市场的潜力很大 然后来就是说要挟这个世界 其他国家的这个技术移转 夺取这个技术 然后移转到国内的企业 然后让自己国内的企业强大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以零为祸的一个 这个经济贸易政策这种办法呢 其实就是一种海盗的做法 也就是在知识产权方面 是不是依赖于自己的这种科研能力 而是说想超捷径 投机取巧 用比较小的代价 比较短的时间来窃取人家 长期投入的科研成果 《华尔街日报》说 这些公司能在中国撑多久也是个问题 高科技企业越来越意识到 最终他们的所有产品 都会面临生存威胁 一旦他们达到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 而中国公司又强大到 足以和他们抗衡 他们的技术就会以这样 或那样的形式被国有化 或是干脆被撇在一边 被中国公司学去了或者仿造去了 实际上换过来 换来他们的技术扶持了中国自己的本土的产业 而把他们自己的重新剔除了这个市场 中国自己的公司现在都被政府扶持起来 在实际上反过来 甚至在西方社会跟这些公司竞争 英国《金融时报》早前的报道说 以大陆的高铁发展为例 西门子等西方跨国公司 依照许可证协议交出了技术 结果却发现中方合作伙伴 转身就成为他们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者 近期苹果下架翻墙应用程序的决定 遭到一个关键消费群体的反弹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 一名教授的调查显示 在20至30岁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中 最多有20%的人依赖这些程序 其中许多人是从iPhone商店中购买 UCLA安德森管理学院经济学家余伟雄表示 外企短期上配合中共 能够继续在中国维持运营 但长期以来讲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 长期也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退让的结果呢 最后中国就是中国政府经济逐步禁逼这样子 那最后就可能就是说 赔了富人又折兵这样子 就是说中国这种做法使得西方很多公司 要背离自己的这个商业准则 背离自己的商业伦理 这样的公司不是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公司 因为它可以用自己的利益 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价值 或者原则作为交换的条件 去跟别人进行交换利益交换 这种做法呢 应该是伤害公司也伤害个人 整个这个做法呢 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行为 旅美经济学家夏业良表示 全世界的商家各个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 坚持原则坚持商业伦理底线 那最终取福的是中共 而不是其他国家